這就是吳松街 吳松街亦有串辣蟹 四川辣蟹 辣椒蟹 這間新興的牛雜王 牛雜大王 這是牛雜粉麵 非常之不錯 這條是吳松街 吳松街 我一路去的是佐敦道 佐敦道的方向 這是四川辣蟹 這條街來說 今天非常之人多 為甚麼呢 因為疫情過了之後 現在內地的朋友也蜂蕙而來到香港遊覽 或者打卡 吃東西 現在市面上 這裡也有很多內地的朋友 來到香港 也來到廟街附近 那裏是吃小吃 我旁邊所有的都是講普通話的 這裏全部全部全部都是 國內的朋友比較多 或者外國遊客也非常之多 是不錯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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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旅卡嗎 南韓國 好的 你們馬上說什麼 好好享受一下香港的美食 拜拜 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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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些外國朋友來到香港 來到廟街附近 佐敦道附近 這裏現在開放為燈光夜市 燈光夜市是一個專賣小吃的地方 這裏是井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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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 非常之是不錯的 你看一下 這條街人來說是非常之多 Hello 你好 這裏是非常之多人來的 整條廟街來說 它亦都有很多那些 像這一檔一樣 有長洲的芒果糯米糍 如果是香港的朋友來講 去過長洲 它亦都試過糯米糍的 我曾經在長洲 亦都買過非常之好吃的 不錯的 它內餡來說 亦都非常之豐富 它有很多品種 譬如貓山王 那些榴槤 那些也都有 它價錢那方面 它亦都是三十元一盒 一盒是有 三十元一件 那即是換句話 是六十元一盒 是非常之理想 不錯 這裏就是羊冠燒烤 這裏就是那些被類 一百元三隻 一百元三隻 非常之大隻 是嗎 是 你們看一下 它燒得有些蒜蓉 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它也有羊雜湯 是賣四十八元 那些羊骨來講 是熬製的湯 就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它這裏也都有 果蘭的水果 果汁 那這一間就是 老江記的老美 那它老美的品種一日 亦都是非常之多 你看看它的款式 真的多 看上去是非常非常之吸引的 有牛腱 豆腐 雞蛋 佬霜水的噶 鵲腳翼 鴨腳翼 也都有 非常之不錯的 那這一間就是 老江記的台灣著名的老店 那我旁邊這一間就是 布巴快餐廳 那它快餐廳那裏 它的品種是有 羊肉的咖喱 雞肉的咖喱 煎魚、香料炒飯、牛肉捲餅 它的品種非常多 你看看,它這裏非常美味、非常可口 它的烤餅是非常不錯的 這是巴植的朋友 剛才巴植的朋友給我們看看的餅 它煎的餅是非常香脆的 你看看,是不錯的 這些都是15元,有兩個 這些是15元一個,是非常理想 這裏就是九妹燒烤 九妹燒烤也是燒蠔 是燒蠔,還有炸蝦餅 炸蝦餅以前年輕時都在街邊試過 以前街邊美食的味道 燒烤蠔是放蒜蓉下去烤的 應該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它的賣價是怎樣呢? 現在我先看看,它一架是38元 兩架是76元,三架是114元,四架是152元 五架是190元,半架是28元 假如現在你愛半架來講 兩個朋友來講,喝啤酒 即是一落二了,是不是? 這些蝦餅都很香脆的 亦都可以吃回小時時的,懷念的小食 我隔壁一間就是香港最出名的味道 所謂味道來說是有什麼呢? 是有驚驚的壽司雞,是不錯的 這間賣糖水,行人路,渣渣那些 這裏是牛肉粒 牛肉粒是燒的,一粒粒是方寸的 它這個賣價是怎樣呢? 它標榜就是日本一口的牛粒 牛粒,即是牛肉 是五十元一盒 這些五十元一盒 現在我們看到這條廟街來講 亦都是非常之人多的 人是非常之多 它這裏的小食的攤檔 都有幾十多這麼多 不錯的 它各種各樣的美食都有 所以現在政府推展這個 所謂燈光夜市的小食的美食 是非常之不錯的 亦都可以帶動外來的遊客 可以來這裏參觀一下 和享受一下香港的美食 街頭美食來講 在香港來講 都已經是非常之出名的了 眾所周知 就是那些串燒魚蛋 是非常之外的 牛肉蛋 我們看看 它亦都有很多 它的賣價來說 一串串的都是十五元 十元 十元都有六粒的魚蛋 這些咖喱魚蛋 這些咖喱魚蛋 是非常之是 是不錯的 看上去 這間就是要加牛雜了 牛雜來講 一般來講 在香港來講 也是非常之出眾的 那些香腸 或者是牛雜 那些磅 肺肚 非常之理想 不錯的 如果你吃這些來講 配一配這個啤酒來講 是非常之理想 我隔壁一間就是燒烤店 那燒烤店有什麼呢 它是有燒腸 我們看到是有燒腸在那裡 那它的脆皮腸都是賣十八元 它兩條那裡是賣三十元的 那波板腸是三十八元 有香草和原味的 你看看 是非常之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走到這裏 不妨來試一試 我相信應該都是非常之理想的 你看看 是不是 色香味俱全 是吧 可以走到這裏試一試 這些是香港懷舊的小食 可以說的 鯛鯛糖 以前那些年輕人的時候 就是撿些爛銅爛鐵 或者什麼東西 就換了鯛鯛糖來吃 這些日子來說 是已經過去了 這個飛機籃 有人說一下歷史給你們聽 這個飛機籃 我們以前叫他叔叔 它很厲害的 以前在舊的七場大廈 它能夠在地上 扔那些籃子 扔到七樓那麼高 當然也有時候會失手 跌到黑渠 那裏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最喜歡看的 飛機冷白白 相信現在飛機冷白白 已經離世了 只有懷念 它依然是保持 以前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都是三粒一包 現在我們看到 依然都是三粒一包 它有些甘草味 是自己加料下去的 以前年輕人吃的時候 是非常理想的 現在飛機籃 現在是賣十元三包 以前伯伯扔的時候 有一毛錢 一包 它是三粒 是非常理想的 那時候 現在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 這裡就是佐敦渡口 這間 剛才我剛才介紹 就是這個懷念的丁丁堂 我想這間店 可能是那些家人 即是 繼續它的事業 延續下去 剛才我認到 有一個可能 似乎好像不算是她的女兒 這個樣子很熟 跟伯伯的樣子差不多 這是土耳其的沖咖啡 那些咖啡那裏 是沖了下去 是非常之香的 那它這裏就是 有些 有些 有些是 有些是 捲餅 這裏就是 標榜 土耳其的沖咖啡 那這裏有一間麻雀館 國內的朋友 都喜歡來到香港 那裏玩兩手 娛樂一下 那這間 就懷念 不香 對不起 這裏就是懷舊的 香港花園點心網 那它點心那裏是有什麽呢 是有些 看來很日落是蘿蔔糕 沒錯 蘿蔔糕 腸粉 火腿絲 是非常之懷舊的食品 是無得火營 不錯的 那我旁邊一檔就是和繼燒肉的燒肉 即是烤肉 它有個煎餅在這裏 那裏是鐵板來的 是一隻肉 你看這品種 是非常之不俗 是非常之不俗 它做出來的 是非常之不俗 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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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好 即是三口可以吃完 吃三次可以吃完 那旁邊這一檔呢 就是 炸三寶 有很多品種 豆腐 香腸 尖椒 辣椒 茄瓜 魚蛋 豆泡 還有這些是 魚蛋 牛丸 魚蛋 魚蛋 各樣東西都有 不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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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出名的辣椒醬 那些辣椒醬 真的非常之美味 不錯的 那 那 那我旁邊一檔 就是台灣的美食 那 它這個賣點 就是 那些 就是 脆皮的雞 雞腿卷 那 富城的老肉飯 那 那 那 台灣那些老肉飯 是非常之好吃的 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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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腳用東西來講 是非常之不俗的 那 那 它也有很多品種 那 那這一間就是台灣美食 如果你走過來 不妨你去試一試 那有 胡椒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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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有些煎包 非常理想 價錢的賣法 生煎的豬肉包35元 是賣3個這麼多 現在看上去 煎包內餡非常飽滿 證明裏面的餡是非常多 35元3個來講是非常理想的 煎來講是非常出色的 是非常用心來製作的 所以現在香港的美食來講 很多人都很用心來煮出美食的 是不錯的 那個老闆請我吃 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煎包 老闆請我吃 我試試味道給你們 現在我們撕開車 大家看到 這個包裏面是充滿了肉 是非常飽滿的 說真的 我現在又試一試 剛才我試過包裏面 包裏面 有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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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 就是有位好一點 就不同的 一般那些包裏面 有位好少 那他老實說 這個味道是不錯的 那我亦都可以推薦幾多朋友 如果假如現在你來到廟街這裏 這個叫 會味吃 那你不妨在這裡試一試 那他的賣價係75元3個 是非常靠得住的 我不會說老闆請我吃 我就會說得好 無可否認真是好味道 它煎的包點是非常用心的 是不錯的 你看看 好 多謝老闆 剛才老闆請我吃了這個包點 剛才也和你的朋友分享了 給你看看 是非常理想的 不錯的這個包 如果你是來到廟街 不妨來這一間試一試 它這一間會美食 是不錯的 老實說 35元3個是非常靠得住的 是不錯的 這位老闆請了我吃這個 那 非常之是不錯 這一間叫蛇王身 它賣點是甚麼呢 它賣點是泰士五蛇羹 大的是八十五元 細的是四十八元 生炒糯米辣味飯 它大的是四十元 細的是二十五元 加上臘腸是十元 加上臘腸也是十元 加上臘腸也是十元 它也有些藥材的雞腳 藥材雞腳那裏 大的是八十 細的是四十三元 是十五元 是非常之不俗的 那它也有些生醋的 辣米糯米飯 大的是四十元 細的是二十五元 是非常之不俗的 臘腸飯 你眾所皆知 一定有些花生 蔥 加些少許的醬油 是非常之不俗的 這一間就叫蛇王身 如果你走到廟街 不妨來這裡試一試 試一試五蛇羹 相信應該是非常理想的 現在我走到這一檔 就是牛雜店 牛雜攤位 牛雜攤位顧名思義 它是賣牛雜 當然 它本身是豬腸 豬肚 豬肚 各樣東西 總之是牛內部的東西 你看看 非常不錯 它也有咖哩魚蛋 它賣價的魚蛋是怎麼賣呢 是小的20元 大的是40元 牛雜那裏賣50元 50元一碗 但在圖片來說 它份量都是比較多 50元來說 這個份量是非常靠得住的 是不錯的 剛才那個山天包真是好吃 不錯 整體上來說 現在這個廟街的小食攤位 街頭小食攤位 是當得有它的特色賣點 當然 是吧 懷舊的美食 華舊 在香港來看 亦都非常出名 很多時候還加速 global ell users 外國遊客是會來到香港的 外國遊客當然是非常多 你看看這些食店 這些食店真的可以說是人滿之患 把桌子都坐滿了人 現在我們走到那邊就是廟街賣雜物的地方 在疫情之前這條街可以說是水淨河飛 今天再看看加上政府現在推行 這個燈光夜市街頭小食展賣是非常理想的 可以帶動這條廟街或者附近的幾條街道 就是比較熱鬧了很多 你看這條 廟街這條老街來說 都有幾十年的歷史都是賣那些 日用品、衣服、飾物 各樣東西都有的 所以很多時候那些人又來到廟街 都非常喜歡走這條街 我記得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也都很喜歡走這條街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裏有一洋服店 是被人量身做一些衣服 各位朋友如果你是沒有忘記 Hello 你好 如果你沒有忘記 就是以前那些褲子有很多型 又飛邊、又雙蓋、又大喇叭、又小喇叭 是非常之的 懷舊已經不經不覺有很多年前 現在你看到它也有很多T恤 T恤都跟以前那些是不同的地方 因為它現在T恤那裏 那些褲色特別多 印花那樣東西是非常之不錯的 這條廟街來說 今天看見這個環境來說 人流是非常之多的 它賣的角色的物品也是非常之多 是非常之多的 你看那些T恤 旅行昔材 以及食物 也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國內也有很多朋友來到廟宇街參觀 或者看一看 不過很奇怪 我見到很多遊客 都是逛逛 又很少說買東西 我見到很少 今晚我見到多數都是國內的同胞 現在有十個穿了七個 都是講普通話的國內朋友 現在我走這條廟宇街 真是可以說得跟往日完全是兩馬子的事 因為今天所見的人是多了 雖然買的人是少了 但亦都可以帶往這條街有了人氣 對不對 如今看到是對的 是選購的 亦都有些生意做 是不錯的 我們環顧一下 它這裏賣的品種亦是非常之多 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也有本港的居民來到這裏看一看東西 亦都有 是不錯的 風衣裏 各樣的風衣裏都不錯 也有這些 顏色 各樣的圖案 也是非常之理想 這裏是有些油畫 你知道香港 人家就說文化花幕 我就說不是了 香港的臥虎藏龍 真的是非常之多的朋友 那些畫家亦都是非常之多的 不過只不過香港畫家生活是非常之老倒的很多 老實說 這幅油畫來講是賣280元 老實說 它花了多少心思來畫這幅油畫 是畫得非常之不錯的 看油畫 那些人很多 就有一種東西 你們不知道 看油畫一定要遠看 千萬不要近看 近看就沒有那麼好 遠看來講 真的畫面是不同的 是兩馬子的事 你看看 香港的畫家來講 真是好話不好聽 真是 真是埋沒了他的藝食的天分 你畫得真是非常之理想 你畫一幅油畫來講 花快的時間和精力是非常之多的 價錢來講 是真的可以說得 真是 真是非常非常之是 是少的 一幅油畫 你看那些油畫 只有一本錢都不少錢 不要講他的心思和構圖 對嗎 他這裏也都有很多的鎖匙購 鎖匙購的品種也都是非常之多 是不是 可以說得是 老實講 你現在十元買甚麼 那些東西 貨物來講 真的價錢非常非常之便宜 對嗎 那你掛在小包裏面 是非常之不錯的 因為這些公仔我又不懂得分 那些小朋友就懂得分 小朋友你知不知道是誰 甚麼名字 孫悟空啊 孫悟空啊 隔壁 這些全部都是啊 那些小朋友很聰明 有一龍豬沒錯 好像我年輕的時候 一兩歲而已 他都知道是龍豬 那時候我年輕的時候 那你就可言知 現在我們那些老一輩那些 很多都不記得了 只是知道有龍豬 但是已經太久歷史了 現在小朋友很聰明 那這些絲筋呢 頭筋呢 這條頭筋真的非常之美 是有很多國家的旗幟在這裏 非常之是不錯 是不錯 這些頭筋呢 那你看一下 真是非常之美啊 真是網架 這些圖案來說 你說 你說在那裏 你真的可能 真的找不到的了 那如果現在 你走到廟街這裏 這個附近呢 近自這個風聖麻雀娛 在斜對面 這間是專賣那些T恤的 那你看一下 那些T恤是否真的非常之美 那你不妨來這裏幫診一下 選購你一件 中意的衣服啊 好像李小龍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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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 真的非常之美 那你們 你們記得 如果想買 你的心愛的T恤 不妨來這裏試一下 那我拍照給你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很懷舊啊 真的值得 那它買的價錢都不是很貴的 老實說 一百五元這麼美 是否值得 保留啊 有保留價值的 一百五元是非常之划的 不錯的 那現在我們走到這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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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公眾四方街啊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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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那些唱歌人士都會下來這裏擺盪唱歌 如果現在你們到廟街不妨來這裏聽歌 就算你們沒有打傷也好 站在這裏聽歌支持一下他們 亦都是非常之好的 這條街在我左邊 亦都很多職業的女性 又在這裏 但是我就不方便拍她的相片 對嗎?拍她 對嗎? 人家出來站在街上 我真的有新鮮的故事 對嗎? 所以有些拍攝者 很多時拍別人 我覺得不太好 對嗎? 別人出來做 她有她自己的故事 也有新鮮的故事 是不能夠說給別人聽的 那你把拍攝上網之後 如果被親戚朋友見到 或者家人見到 是非常非常之不太好 那我奉獻那些拍友 如果你們走到廟街的時候 盡量不要說一點擊而拍別人的東西 我可以說得是一種奉獻式 好多謝你們 這裏大排檔來說 今晚也坐滿了食客 真的可以覺得滿堂紅 這個元州大排檔 不知道是不是市政局 市政衛生儲務署就興建 始終一句話說 這裏是政府建的元營大排檔 它也租給那些雙法雙檔的老闆 這裏的色香味是非常之不錯的 你看看乾炒牛河是非常出色的 不錯的 它也有打便羅 這裏的色香味俱全 不錯的 這裏 它在外面那裏如果是 在你吃東西是非常理想的不錯的 今天我所見 亦都有很多 煲仔菜比較多 還有打邊爐也是比較多的 老實說 又是三五至幾 來到這些地方 吃一下東西 吹一下水 非常之不錯的 是吧 所以很多時候 這裏吃東西最好是來這裏 因為這裏色香味俱全 是不錯的 這裏就是百寶堂的龜齡糕店 百寶堂龜齡店 就是專賣龜齡糕 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這間百寶堂的歷史悠久的專門店 現在我們走在前面那裏 亦都是賣各式各樣的物品 亦都非常之多 有毛筆 是吧 亦都有些買賣道鈔 錢幣等等 亦都有 太陽眼鏡 亦都是非常之 本色眾多 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亦都有很多人進來 因為這裏是廟街頭 我們就叫做廟街頭 那邊就叫做廟街尾 不過現在它分就不知怎樣分 但是那號碼 由我後面開始一路數過來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去廟街頭投一下 我都不記得廟街頭是 佐敦道叫做廟街頭 或者這裏公眾四方就是廟街尾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由這裏入廟街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稱呼這裏 就是廟街頭 好了這條片就是拍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